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子明害怕挨打 做事情总是小心翼翼 尽管如此 也总是被他们鸡蛋里头挑骨头 一开始 王子明受到打骂还会哭 后来怎么打都不哭了 不是因为麻木了 而是因为越哭打得越狠 村子里和他同龄的孩子都受到父母的呵护 而王子明就是一株无人问津的小草 时常经受着狂风暴雨的摧残 王子明叔叔家的儿子叫王金生 比他大一岁 被父母宠的是无法无天 整日的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 待遇和王子明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王子明的婶子李氏每次去赶集 都会给王金生买一串糖葫芦 王金生吃得满嘴流油 还在王子明面前下拜 王子明毕竟是个孩子 看见王金生吃得那么香 难免眼巴掩望的 馋得直流口水 李氏看到就骂他没出息 一日 王金生过生日 李氏就杀了一只老母鸡庆祝 香喷喷的一锅鸡肉 半个村子都能闻到香味 李氏盛了三碗鸡肉 一家桑口一人一碗 没有王子明的饭 李氏把早饭剩下的野菜 糊糊给王子明喝 他坐在院子里 一边喝着饭 还时不时朝堂屋看去 他看见几人大口小口地啃着鸡肉 就狠狠地咽了口吐梦 自从父亲去世之后 他一点婚心都没有尝过 王子明见几人不注意 就悄悄地溜进造坊里 盛了一碗鸡肉就要逃走 谁知被婶子堵在了门口 李氏看他端着一碗鸡肉 就恼羞成怒 骂道 你这个小兔崽子 居然敢偷吃东西了 看我不打死你 他抄起门口的扫把 就朝王子明头上打去 王子明真的是被他们打怕了 扔下碗把腿就跑 可被李氏一把揪住提了起来 他手里的碗也掉在地上摔碎了 鸡肉洒了一地 王子明的叔叔王二能看见 就出来对他试一阵拳打脚踢 然后像拎小鸡一样 把他拎到大门外面 让他跪在石头袋上好好反思 村民们早就看不惯 王二能夫妇的所作所为 今天见他又让王子明跪在大门外 就纷纷来谴责他们 李氏对着众人说道 我管他吃管他住 他倒学会偷东西了 你们要是觉得他可怜 就把他领回家去吧 不要站着说话不要痛 王二能也说道 这孩子越长越不听话了 不好好教训他 长大了就会犯大错误 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他好 王子明在大门外跪了一天 一直到天黑透了 王二能才让他起来 王子明的腿都僵硬了 站也站不起来 王二能拎着他扔到了柴房里 自从来到王二能家里 柴房的稻草窝就成了他的床铺 王子明又渴又饿 双膝疼痛 他蜷缩在稻草堆里 一夜无眠 次日天不亮 王二能就叫王子明起来去放牛 王子明忍着饥饿和疼痛 一瘸一拐地到山上放牛 王子明整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除了忍耐他没有其他办法 终于熬过了十来个春夏秋冬 王子明已经十四五岁了 李氏对王子明说道 我们把你养这么大已经是人之意尽了 你也该独立了 王子明早就盼望着这一天了 说道谢谢书审的养育之恩 说完就拿着自己的破衣烂衫离开了 王子明离开村子 漫无目的往前走 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他走走停停 最后找到了一个山洞 此时的天已经黑了 他只能在山洞里住了一夜 他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了 早晨他是被饿醒的 醒来后就在山上找野果子吃 吃饱之后 他又在山洞里歇息 从那以后 那个山洞就成了王子明的家 他白天采摘野果子 晚上就住在山洞里 虽然有些害怕 但也比在叔叔家里舒心 一日 王子明去山上采摘野果子 就看见了叔叔家的那头老牛 一只腿还在往外冒着血 王子明心疼老牛 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他赶紧采摘了一些止血的野草 用手揉出水后 敷在老牛的伤口上 过了半个时辰 老牛腿上的血财止住 王子明又把草给他吃 王子明抚摸着他的背说道 赶紧回家去吧 老牛眼泪汪汪的看着王子明 王子明去哪里 他就跟在哪里 这头老牛一直都是由王子明放的 人和动物之间 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 王子明走了之后 老牛就从牛圈里逃了出来 王子明见老牛不愿意回去 只能把他拉回山洞里 刚走到山洞口 就看见王二能和王金生跑了过来 王金生二话不说 伸出拳头就朝王子明的胸口打去 王子明一躲他就扑了个空 一个列前 差一点摔倒 他气愤地说道 原来是你偷走了老牛 王子明没有说话 把牛绳子塞在了王金生手里 转头就往山洞里走去 王二能说道 子明 这老牛和你有了感情 就让他留在这吧 反正你也没事 就帮忙放着 王子明确实舍不得老牛 就同意了 他把老牛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每天带着他去吃最嫩的草 喝最清澈的泉水 有什么心里话都会给老牛说 老牛特别地通人性 王子明给他说的话的时候 他总是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说到高兴的事 他就会欢快地蹦起来 说到伤心的事 就会用身子轻轻地蹭着王子明 好像是在安慰他 王子明伤心落泪的时候 老牛也会流眼泪 后来 王子明就在山上搭建了两间茅草屋 又开了二母荒地 一人一牛就在这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一日 王子明在山上砍柴 老牛在旁边悠闲地啃着草 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狂风大作 电闪雷鸣 王子明赶紧拉着老牛往家走 刚进屋子 大雨就倾盆而下 雨下了两个多时辰才停下 突然就有一个白衣女子 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 女子脸色苍白 嘴唇发青 全身都有多处伤口 好像被雷劈的 王子明赶紧把他扶进屋里 又熬了一些草药给他喝下 一个时辰之后 那白衣女子的脸上 才有了一丝生机 王子明就问他家住在哪里 说可以送他回去 谁知那女子却摇摇头不说话 王子明见他这样 因为他是和家人闹了矛盾 就不再问他 说道 你就先在这里住几天吧 等你商养好了 我再送你回去 女子说道 多谢恩人收留 女子说自己叫白雪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说 从此之后 白雪就在王子明的茅草屋里住下了 每天 王子明都会给他熬草药 还会摘也果子给他吃 白雪身上的伤也慢慢好了起来 一天半夜 王子明闹肚子 起来方便的时候 就看见白雪睡觉的屋子里 亮如白昼 他大吃一惊 就悄悄地靠近去看 这一看不要紧 他差一点下滩 屋子里根本没有白雪的样子 而是一条雪白的大蛇躺在床上 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 王子明不敢再看 就跑回房间里去了 四日一早 王子明想起昨晚的一幕 还是心有余悸 他走出房间 就看见白雪正对着小西梳妆 他提着的心才放下来 这一天 王子明都心神不宁 到了半夜 他又悄悄起床 依然看到一条大蛇躺在床上 王子明明白了 白雪就是条白蛇 不过他觉得他是条好蛇 没有害人之心 白雪在王子明的家里住了一个月 一天早上 他突然说道 感谢恩人收留了我 如今我的内伤已经恢复 也该回去了 原来白雪是修炼千年的白蛇 他肚结失败就被雷劈了 幸亏王子明救了他 要不他就没有命了 如今他身体里的内伤已经修复好 就要离开 重新去修炼 王子明听着白雪的诉说 很是同情他 说道 祝你下次能够肚结成功 白雪从嘴里吐出一个圆圆的珠子 那珠子晶莹剔透 发着耀眼的光芒 白雪说道 这是我修炼千年的蛇猪 吃下它可以修复身体里的疾病 还可以救死扶伤 白雪又对王子明说了一句口诀 告诉他默念口诀蛇猪就可以从嘴里出来 王子明说道 这么贵重的东西我不能要 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白雪说道 我还要重新修炼 这颗珠子就用不着了 你拿着可以拯救很多人 也算食物尽其用了 王子明听他这么说 就接过了那颗珠子 白雪就离开了 王子明得到蛇猪之后 并没有立刻下山给人治病 因为他从小就是个放牛瓦 也没有人相信他能治病啊 于是 王金生来到山上 说要把老牛拉走 王子明有些不舍 可也没有办法 老牛被拉走之后 王子明就每天砍柴 然后背到城里去买 换些钱买柴米油盐度日 一日 王子明背着柴货来到城里买 就看见路边围了一群人 大家围着一张告示指指点点 他感觉好奇 就走上去看 可告示上的字他并不认识 就向周围的人打听 原来城里孙首富的小妾 得了一种嗜睡的怪病 孙首富请便了全程名医 可小妾的病依然不见好转 张首富没办法 就贴出了告示 说谁要是治好了他小妾的病 就赏黄金五百两 王子明想到白雪给他的蛇珠 就决定去试一试 于是就毫不犹豫地去接那张告示 众人见王子明衣着破烂 还背着一捆柴 根本就不是个郎中 就议论纷纷 一个老汉赶紧拦住他说道 小伙子 这钱可不是好挣的 赶紧卖你的柴去吧 对呀 留神医都治不好 你一个砍柴的能治好 别做梦了 那五百两金子可不是好赚的 其实 王子明心里也没谱 毕竟他没有一点医学知识 只凭那个蛇珠 给人治病听起来有些不靠谱 不过他决定试一试 王子明仿佛没有听见大家的议论 拿着告示就朝孙首富家里走去 孙首富见一个衣着破旧 还背着一捆柴火的年轻人 接了告示 就皱起眉头 说道 你一个砍柴的 怎么也敢来冒充郎中 看在你年轻的份上 我不与你计较 你赶紧走 王子明不卑不亢地说道 我不需要冒充郎中 郎中也有治不好的病 没有金刚钻不懒瓷气活 我既然来了 还是有一些把握的 病急乱投医 只要有一丝希望 孙首富也不想放弃 治好了更好 治不好也没有什么损失 他就带着王子明进了小妾的房间 王子明要用蛇猪治病 当然不能让别人看 他说道 孙员外请去外面等一下 孙首富听了有些不乐意 不过也同意了 说道 你小子可别玩什么花招 毕竟小妾很年轻 孤男寡女独处一事 他不放心 王子明关了房门 开始给孙首富的小妾治病 他忙活了半个时辰 累得是满头大汗 那女子终于睁开了眼睛 孙首富见小妾醒过来 也是喜极而泣 说道 你终于醒过来了 这几个月我真是太苦了 终于熬过来了 孙首富对王子明也是感激不尽 立刻吩咐下人 准备好酒好菜款待他 吃过酒席 孙首富拿出几个金元宝 给王子明作为酬劳 从此之后 王子明的名声就传出去了 他成了家喻户晓的小神医 王二能养口子听说之后 于是就到山上去找王子明 说请他回村子里住去 他们准备给他说个媳妇 成个家 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王子明也不傻 自然知道他们的心思 说道 我在这里住习惯了 不想回村里去了 王二能说道 你也到了成亲的年纪 住在这深山里怎么行 没有姑娘愿意来的 再说了 如今你挣了钱 山里的强盗太多 恐怕连命也难保啊 李氏说道 对对 你还不如把钱拿出来 带一座大宅子 然后娶妻生子 好好过日子 王子明听着二人的劝说 也就同意了 因为他觉得住在山里也不方便 如果住回村里去 人们找他看病就方便多了 有钱好办事 没过多久 三间大瓦房就盖好了 如今的王子明不但有看病的手艺 还有房子 于是就有很多人上门说亲 他就娶了同村的女子阿秀为亲 阿秀不但漂亮 而且心地善良 成婚后 夫妻二人恶爱有加 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 王二能两口子表面上和和气气 背地里却商量着如何得到王子明的家产 一天夜里 王金生在王子明家的窗户下偷听 得知了王子明治病的秘密 就告诉了王二能两口子 王二能两口子一听就洗出往外 律师说道 只要拿到了那颗珠子 咱们不就发财了吗 王金生说道 这个好办 下次他出诊 咱们在路上宰了他 就可以得到珠子了 一家三口商量好之后 就开始寻找机会 一天 王子明去城里给人看病 就再也没有回来 全村的人都去寻找 找了三天三夜也没有找到 阿秀哭得死去活来 律师说道 子明给人治病赚了钱 肯定是有人惦记才害了他 你还年轻 再找个人嫁了吧 王子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阿秀只能给他做个衣冠种 但他没有再嫁 他说要为丈夫守孝三年 说来也怪 王子明失踪之后 王二能家里的老牛也不知去向了 可他们一直沉浸在得到宝珠的喜悦之中 就把老牛给忘了 也可以说不在乎了 王二能一家拿着蛇猪看了又看 准备试试他的功效 王二能就把蛇猪吃进了嘴里 顿时感到神清气爽 说道 真是个好东西 李是见他精神抖擞的样子 就说道 你赶紧吐出来 让我也试试 看看能不能年轻几岁 王二能把手指插进喉咙里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也没有把蛇猪吐出来 正在这时 老牛突然冲进屋里 一头撞在王二能的肚子上 王二能的肚子就烂了一个大口子 蛇猪就滚了出来 王二能也一命呜呼了 李是看到丈夫死了 差点下滩 他还没有反应过来 王子明就带走县衙的人赶来了 把李是和王金生抓住带走了 那天王子明看病回来的路上 他被王二能父子推下山衙 没有摔死 是老牛每天给他摘野果子吃 他的身体才慢慢恢复了 然后就去县衙告状 王二能死了 李是和王金生也被打入死牢 秋后问斩 王子明又得到了那颗蛇猪 从此之后 他和妻子带着老牛就云游去了 成为了江湖上有名的游医 救治的病人不计其数 后来夫妻二人和老牛都消失不见了 人们都说他们度人度己 已经成仙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